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动尾箱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电动尾箱的话 它是有一个高度可以自行设置的 就是这里 它有一个技艺功能 像我们个子高和个子矮的人 现在它是有那么高 如果说我们个子矮一点的朋友 他可能会够不到这一个尾箱 这个情况下 那如果说就是你个子不是很矮 我们可以贴起脚尖还可以够到是吧 那如果说你很矮 你看主播就是没穿高跟鞋 就是很难够到这个地方 但是点起脚尖也就还行啊 这个样子也就还行 为了方便所有人啊 为了方便所有人 所有人的一个身高对吧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记忆功能的设定 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高度 能适合我们的一个高度 来进行一个设计和调节 像这个样子 如果说就这么高啊 就这么高 我们可以长按 我们可以长按这个尾箱三秒钟 然后按了之后 它的这个尾灯有亮啊 有亮之后它光了起来 我们再次开开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后的一个高度 看现在这个高度是不是就是刚才主播设计的那个高度 就对于我们个子矮一点 或者是小朋友来说 它是非常的友好的 不会说就是只设置了一个设计的一个样子 这样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些操作感 还有电尾箱还有电尾箱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出门会购物嘛 对吧 购物买很多东西走一包 又一包 如果说就是还要按一下这里给它抬起来 然后关的时候再把它使劲地掰下来 那东西放在两边是不是很不方便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按了这个电尾箱的话 你看电尾箱按两下就行了吗 一按开一按关是吧 这是很方便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肌力高度还是可以自行调节 它不是说只能设置一种 它是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身高 来进行一个调节 调试啊 然后呃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撑岗 大家可以看得到吧 这边的这个撑岗 它是一个液压撑岗 这个液压撑岗的话 它比传统的那个撑岗 就是比较细的那种撑岗 它的防腐石 防身锈的一个性能 是特别特别的强的啊 呃 后备箱的容积的话也比较大 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差不多有个哦 520升吧 520升的一个后备箱容积也是足够大了 大家就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啊 可以看得清楚 主播坐在这里 反正整个的空间的话是比较的大啊 比较的大 520升的一个容积 再加上我们的后排座椅 它是可以放成一个全屏的状态 全屏的状态 放在这里之后它是有 1450升的那个容量的话就是肉眼可见啊 可能说通过手机屏幕 咱们看到的和我们实际感受到的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啊 那我们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一个啊 可以在这个公屏前面的这个小风车点击 可以预约咱们的那个市车市价 到时候你不用排队的 到时候来这里是不用排队的啊 全款多少是吧 这个 这个的话它的一个 它是个2.0T的啊 2.0T的 我们的官方指导是13.99W啊 13.99W 然后全款落地的话差不多在个 13.99W 差不多在个14 15 15.67W左右吧 15.67W左右啊 差不多 15.67W左右可以全下 15.67W左右 15.67W左右 16.67W左右 什么东西啊 然后行,快找一下 这不在乎吗 Hello,WiFi,新方不好 好,看看后排空间 可以,我们看看后排空间 你把这个手机拿去这里 我从这里进去 你不要给它下去吧 你自己挑去我断 看空间,你要给他们看到我整个的一个空间 脚部,这里的空间 这个车的轴距是有2米71 2米71的一个轴距 现在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就是主播的腿 坐在这里,主播的腿与前面的那个靠背的一个距离 它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吧 1,2,3,4 有个4拳,那主播的拳头可能小一点 如果说是男生的话 可能就只有2到3拳左右 但是这个空间的话 也是足够用了 我们可以往后躺 往后躺的话 它的一个空间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翘个二郎腿 翘个二郎腿之后 也是毫无影响 前后的一个距离 它是没有一点点的影响的 也不会说顶到前面 除非是你自己用脚去踢 不然的话你不会说 整到前面的 然后我们这里啊 后排的话 同样具备了一个空调出风口 和我们的USB的充电接口 我说到哪里 请你把摄像头抵到哪里 如果说太高了 你把它放下来一点 把我看见 你把它放下来一点 可以了 我给你帮你调了 等一下啊 我们调一下 开心的可以了 开心的可以啦 可以啦啊可以 嗯 真的是看着我头晕饮花的 这里啊 呃前面的话 同样具备我们的一个空调出风口和USB的一个充电接口 不管是我们在前面坐还是在后面坐 适应是该换了是吧 我也觉得该换了 一点摸气都没有 然后我们继续啊 继续来说 这个22可能它比21可能多了些什么配置呢 像我们1.5T的啊 像那个1.5T的21款 它的顶配它才有那个电动座椅 但是我们22款升级过后 它全系都有一个电动座椅啊 全系都有电动座椅啊 然后全系都有一个行车记录仪 再加上什么呢 顶配的一个主副座椅加热和通风 它都是配备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再来看后拍错 后这个座椅这里 这个座椅的话大家可以拉近一点看啊 拉近一点看 拉近一点看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座椅上它是不是有这个透气孔 不光是屁股上坐着的这里 还有往后坐啊 往后靠着的这里 它都是有一个透气孔的一个设计 这个透气孔的话就是在我们行 在我们就是 呃 干啥 沉坐的途中对吧 起到了一个通风透气的一个作用 不会说太懵太闷了 然后身上又出汗那衣服呀裤子呀 全部都粘在肉上是吧 那样就很难受对不对 中间这里啊 中间这里的话是有我们的一个 中间这里的话是有扶手箱 还有我们的两杯架是吧 扶手箱和杯架 这个也是全系都有啊 全系都有 就是方便我们后排的一个乘客 在那个乘坐当中的一个舒适度吧 如果说三个人的时候 那确实啊 这个只能往后弄了 那两人的时候是不是 两个人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来 放放水杯呀 放放茶呀 放点零食啥的也都是很方便的 再加上啊 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 点赞啊 大家别忘了点赞好吧 我们看直播是看直播对吧 别忘了点赞啊 小手要动起来 不然的话每天99%的赞都是主播自己点的 那7%的赞是你们点的 那主播是不是很累 还要说还要熟还要动啊 你们要快点点赞 双手点赞以示清白对不对 不光看还得点点赞 还得点点赞 对吗对吗对吧 要点点赞 你们的手机卡不卡 如果你们的手 如果说就是在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中 有一点卡壳了 你们要说啊 你们要说 说了之后主播才知道 也可以调整一下 我自己先送个粉丝登牌吧 去充点钱 OKOK主播现在送了 买车不送主播 不送主播 天天想着送主播是吧 主播不送 主播不送 主播是在榜二啊 主播在榜二 大家也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 大哥你在拍什么 你们是不是对这个摄影师 意见太大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啊 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座椅的话 它是有 它是有13度可调节的 大家就是睁大眼睛 好好的看啊 13度可调节 就是男女老少 个高的 个矮的 腰好的 腰不好的 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啊 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 他的一个坐姿 现在我们是座椅 靠背是往最后了 往最后了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一个坐姿 习惯他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的话 它是有13个度可调节 我们可以就是两边做对比 因为这个座椅 靠背的话 它是一个四六分的 四六分的一个靠背 就说明它不是整个的一片的 往前就往前 往后就往后 如果说我们坐着的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一个坐姿的习惯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就有用了 你看 这里是往最后了啊 主播这个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它卡的是很硬的 这样对吧 因为每个人 他的一个靠背的习惯不一样嘛 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 再加上他的头枕也是可调节的 而且是有好几个度啊 这么高 这么高 都是可调节的 看你的个儿有多高啊 个矮一点的话是不用调 像主播就个矮不用调 那个子高一点的朋友 他就可以往上调了 调的还很高对吧 而且这些都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操作的 主播一个女生 力气本来就小 对吧 轻轻一弄 他也就好了 前两天在展厅叫你 不理我 对吧 现在是在榜三了 质子就是主播 我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你叫我了呀 那没人叫我吧 不可能在展厅里面叫我 我不理人啊 我不会的 那因为我不认识大家 大家认识我的话 大家喊我 我肯定会答答的 但是说如果我主动去叫你们的话 除非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客户 我会去和他那个交流和沟通 但一般的就是有其他销售顾问接待的 我就不会去 呃 再去问候了 你们认识我 你们可以和我打招呼 但是我不认识你们 我就打不了招呼了 主播去哪里捡核桃 主播去山上捡核桃 主播家种了好多好多的核桃啊 特别多